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对于魔兽系的产品 我相信各位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 以分量十足的合金结构 扎实的关节表现 细腻的涂装素质 以及魔改的机体外观 综合品控甚至被很多朋友称之为国内合金成品的天花板 但是走没有版权的魔改之路 并非是长久之计 所以大家才会看到今天这款 名为甲匪之虎的合金成品模型 而折服许久的魔兽 今天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 大家别忘了点赞收藏分享支持 欢迎来到本次有态度的模玩分享 拼头论足 其实关于这个模玩周边像是万代模型 其实大部分产品都是以动漫作品为根基 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观众基础之后 再来研发生产周边 观众特别喜欢哪个机体或者角色 再去买他的玩具来把玩收藏 算是常态化的营销思路了 当然也有一大部分的玩家 并不关注相关的作品 就是单纯的喜欢模型去买来玩的 我认为也不在少数 是这种朋友的 可以打个1 我来看一看有多少 但是一款常规的模玩产品 背后IP支撑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要么是动画漫画 要么是游戏 要么是影视作品 如果没有的话 作品的人设机设也都是纸上谈兵的空话了 而在以上类别里面 漫画则是相对短频快 而且容易建设的一种支撑载体了 像之前的神道欧语和今天的仙祖效应 都是采取了漫画作为题材来辅助支撑的 但是在当前如此竞争的动画漫画市场之下 一部服务于玩具的漫画 能否获得极大成功属实是未知 同期推动周边销量更是有些渺茫 那么更多的作用 可以说只是为了补齐缺少的周边设定而存在的 而今年这款模兽的合金成品 假鬼之虎 预计发售时间是2021年7月 总价是680块 这款模型全高将近30厘米 和以往模兽系产品维持差不多的尺寸和比例 作为一款当前尺寸的合金成品而言 其实横竖比较 价格都不算高 而接着漫画已经公布的实话内容 作为机动战区的假斐之虎 也只有几个镜头 而且还未启动 所以机体剧情表现目前是完全未知的 但是既然被称之为假斐之虎 那么必然和武田信玄有所联系 《周防法性之凯》也是武田信玄的一个标签 同时在先祖效应漫画中也有注意到 不过作为这款假斐之虎的机体 虽然可以看到非常浓郁的日本武士铠甲风格 但是貌似并没有特别吸取武田信玄的开甲要素 头盔正面是比较寻常的 头盔后面倒是可以选配白毛特效件来进行特殊处理 不知道胸口的虎头算不算是点蹄 全身是采取了红色外甲 然后再配合上少量的金色点缀 以及大量的黑色边缘处理 而且当前机体在结构方面 还是能看到有一点熟悉的高达机体特征 比如说像是这个腿部 我感觉就有一些强袭系的味道 那么对于当前这款名为假斐之虎的机体外观 各位感觉是好看还是不好看的 那么十分码分你更愿意给几分呢 而我们跳出可能比较主观的机设感受 来看这个做工 本身铠甲部分采取了大量的红色黑色 为了让观感不会显得特别平淡和单调 在红色部分采取了色差分色处理 躯杆和四肢都有射击 而另外在金属漆面部分 大部分都是用在了作为点缀的金色位置 或者是一些细小的裙甲和肩甲的出气口了 而至于细致程度 大家看视频应该就了解了 而我个人感觉最值得一看的 就是在外甲的肩甲和裙甲位置 在黑色装甲基础之上 再配合上表层的红色涂装 让这几个部位的装甲 带有很强烈的 胳膊边感 即便是全身红色的主机调之下 也能带来很好的结构强调 确实在我以往上手过的成品诺性里面 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处理的 有点意思 而本身武士风格的铠甲 就带有很强的层叠感 同时再加上特别的边界处理 对叠而成的细节还是比较丰富的 而另外漆面部分的表现 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而另外细节已经是足够丰富了 所以这次外甲所涉及到的标志并不是很多 大部分都很清楚 作为点缀是恰到好处的 不知道七月的大户还能不能够维持当前的素质 而作为合金成品而言 推广模型在重量感方面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 主要是因为这次在关节部分 还是采取了复合材质 同时虽然在主要关节部分 咱们都可以看到金属结构的使用 但是这次外甲的覆盖量是比较大的 而且关节四周也带有一些浮渝造型的设计 金属关节并不显眼 总的来说上手感觉还是很扎实 接着咱们就来看一下可动和细节的表现 头部造型方面 可以说是采取了比较风格化的武士头盔设计 像是面罩部分 再也不是高打脸或者是口罩脸了 红脸黑嘴的配色也很有战国武将的风格 而在头顶前线 造型有些类似鬼角的感觉 侧面看起来向前延伸 带有一定的攻击性 而除了以上的风格之外 为了强调甲斐之虎的特征 在头部后方是可以选择加装上特效件的 颜色方面 带有由红到白的渐变处理 和造型扩散都很自然 而在正常状态下 头部的旋转 只有侧摆 包括抬头和低头动作都能够实现 脖子部分带有一个外拔结构 拔出来以后 就会大大增强可动角度了 当然了 在魔兽产品上经常出现的眼部灯组 在这款模型上也有体现 我们按动头顶监视器的位置 就可以开启灯组了 只不过本身眼睛不大 而且灯效也并非是这款产品的卖点 所以能知道量就可以了 而在胸口部分 为了体现甲斐之虎的名头 是做了一个超大尺寸的虎头造型 而且牙齿很长 还是一个剑齿虎 整个虎头和胸部造型集成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外观看起来并不突兀 只不过机械的剑齿虎 配合上红色配色 我总是会想起 索斯兽来 虽然看起来很帅 但是个人主观方面会有些跳戏 而另外如果说从正面来看 为了照顾胸部的宽度 整个虎头会有一定的横向拉伸 而同时头顶并未赋予更高的结构 因此部分角度下来看 这个虎头可能会显得有些扁 其他倒是没什么问题 关于可动方面 像是比较常见的腰部旋转 或者是腰部左右侧摆都可以实现 即便胸口有个大大的虎头 但是弯腰动作也是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虎头结构并没有做太多蚊掌 仅仅是一个造型 没有功能性 如果弯腰的时候 虎头嘴部之雷 要是有什么联动的话 那就是画龙点睛了 倒是裤衩部分 为了提高弯腰角度 是带有一个弹簧位移结构 给虎头下不让位的 虎头也没有出现早期官图的发光效果 不过在弯腰的时候 后卫咱们又再次看到了非常熟悉的机械脊椎细节 感觉挺帅啊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在全身大尺寸铠甲覆盖之下 偏偏要把脊椎暴露在外呢 而在肩部两侧 带有尺寸很大的战国风格护甲造型 是利用机械臂安装在内部的筋甲顶端 本身在机械臂部分 就带有大幅度的可动角度 而且三片层底的肩甲都是真实结构 都带有独立关节 关于包裹角度能够进一步进行调整 安置的位置也保证了手臂方面不存在太多干涉 像是手臂的前后摆动都能够实现 而且肩部一侧配合内部引出关节 还有进一步的外拉角度 这个挺好 手臂旋转没有问题 手臂平台借助上台的引出结构 幅度表现也算是非常好了 剩下的就是像上臂的旋转 或者是手臂曲肘表现也不错 曲肘角度将近了180度 并且在手肘后方护甲带有轻微联动 同时在上臂还有一个压杆细节 所以视觉观感是非常棒的 但是我右臂曲肘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某个角度卡住的问题 而左臂则是完全没有这个情况 当我拆开以后才发现 是内部的一个小铁端没固定住 穿位置了 一定要在正常角度下 这个手臂才能够保证正常的可动 这个地方属于设计缺陷了 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出货前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解决 小臂下蹲也是增加了可动关节 而另外这款模型因为考虑到有大量的武器 需要手部进行握持 这次是用了大量的造型手 来取代曾经的可动手 握持武器确实会相对稳定不少 其实提供一个可动手给玩家 来作为辅助手型会更方便一些 但是辅助造型手的种类也是完全够用了 前曲甲设计是考虑到腿部可动关系 尺寸明显设计的低脚小 可以看到两个小三角和超长尺寸的裆部结构 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侧裙甲和肩部装甲一样 也是采取了类似的风格 本身就可以看到一定的外反角度 然后在配合上根部关节 也可以为腿部实现一定的让位 相比常规的机体 这次甲腿之虎的后裙甲尺寸营造是比较夸张的 和大尺寸的侧裙甲基本等长 从背面来看观感方面真的是像裙子一样 并且也配合了一定的可动关节 我感觉挺好看的 只不过从背面视角下 腿部被遮挡的比较多 会显得腿部有些短 但是这款的侧裙甲和后裙甲 都有一个我感觉比较讨厌的问题 就是根部关节表现比较松的 阻尼感是非常微弱的 而且无论是后裙甲的球形关节 还是侧裙甲的根部关节 表现都不是很紧 把玩的时候是挺容易掉的 而腿部造型方面开篇的时候也说了 还是没有跳出高大的影子 而可动表现也算是比较常规 整个大腿顶部带有旋转关节 前踢幅度干涉最小 角度算是比较自然了 但是无论是侧踢还是后踢 把玩的时候需要注意外甲之间的齐面刮蹭 不过曲膝表现非常不错 首先幅度还是挺大的 另外整个曲膝过程 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腿部带有多出的联动展开 像是大腿正面的护甲带有位移联动 同时在膝盖部分的护甲也带有拉扯联动 并且带有多段拉伸 造型感还是挺不错的 最后在脚部可动表现 脚踝的装甲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大范围的位移 脚部的抬起落下 或者是脚部的侧摆 脚部的旋转 都不存在什么问题 而脚部的多段式关节设计有点夸张 虽然说可以进行大范围的移动 但是要慎重使用 角度太大了 脚掌中端会显得比较难看 而这款甲匪之虎 我个人感觉另外一大卖点 其实就装备方面了 机体造型可能是渐人渐质 但是大量武器的提供 确实会硬生生的提高玩具的可玩度 咱们就来看一看都有什么 这款模型所附属的武器 很多都是以五田四明臣命名的 很有意思 比如说在这个腰间 可以搭载两把大刀 分别名为鬼美童和虎刚 分别所指的就是马场信房和高板长信了 打刀采取了较短的造型 并且都带有独立的刀鞘 各位可以看到刀刃部分 并没有采取颠毒效果 而是采取了金属色的涂装 不过刀纹方面体现都是非常清楚的 观感方面和本身模型的涂装风格 是比较大调 另外还有一把尺寸超长的胎刀 正常是背负在机体身后的 名为赤背元四郎 尺寸是极长的 基本上和机体本身是等高的 同样也带有独立的刀鞘 做工涂装风格和之前打刀类似 但是确实大胎刀的握持 给人的视觉冲击是更加强烈的 而在模型内部针对打刀还给出了专门的道架 用于陈蕾展示 而重型的长柄武器是给出了一把战斧 远左卫门 常规形态下是双手握持的长柄战斧 而整个斧面近乎于正元 配合上武田嘉文给人的感觉是既古朴 又充满了攻击力 这个斧头我是非常喜欢的 同时也是弥补了我牵纸链铁盖塔 没有买配件包的遗憾吧 而最后一把就是武田四名臣之外的无名武器 十文字枪了 虽然说并没有特殊命名 但是做工方面和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的武器 其实并不区别 也可以说是毫不逊色 金属色涂装的刃口 枪头上的金属色的加纹图案是都有的 握持起来造型感也是非常棒的 而另外这两把武器最大的秘密 就是可以通过尖刺和斧头面拆分 然后进行交换重组 从而形成两把单手斧 只不过按照模型内部给出短柄配置 长柄斧头柄末端这个结构应该是可以拆分的 但是当情样品是完全固定死了 拆不下来 所以只能有一个斧头柄尾端是吐光光了 而另外借着斧头柄或者十字枪的结构 可以把太刀的刀刃安装到斧柄上 来充当剃刀样式 个人感觉并不是很好看 就不单独演示了 以上几种武器 各位感觉哪一种你最喜欢的 模型内部附属了一个金属结构的地台底座 尺寸是大到变态 而在模型的脚部本身就带有磁铁配置 吸附在底座上以后 地面造型更加稳固了 另外配合上指甲杆底部的强刺结构 来达成更稳定的支撑效果 只不过怎么这杆又是一个铁棍呢 到现在这玩意已经成了主流了吗 还是说我已经out了 不过估计给了倾斜角度之后 这个玩意也就吸不住了 如果刨开上面严肃 来看做工和设计的话 关于合金结构的使用 或者是把玩时候的手感和稳定性 像是手肘或者裙甲部分 我感觉还需要有一定的调整空间 比较影响把玩 而图仑器面特别是肩甲和裙甲的边缘处理 我感觉还是符合或者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而造型方面这种比较主观的东西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特别是在机体上 已经赋予了角色属性之后 首先从外观方面 这确实是一款细节比较丰富 战国武将风格比较浓郁的机体 很多角度来审视都符合炫酷的风格 而且如果单看假腿之虎的字面 其实也并无问题 但是武田信玄的一些各有特征 已经渗入人心了 这款甲北之虎 在造型和配色方面的元素选取 其实还是少了一些 还有一点 就是目前漫画进度比较慢 各个阵营的主力机体 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剧情表现 所以关于机体的认知 也是云里无里 其实从各方面条件来看 作为原创漫画IP 辅佐模玩产品 魔兽的路 还很长 那么关于生产技术 东西不差 还不足够 其实也是国内大部分动漫周边产业和企业 所面对的问题 都是一样的 肯定还是嫌用心做好题材 这才是根本 好了 本期咱们说到这了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拜拜